回到家 顺手从果盘拿个苹果咬了一口 好难吃 灵机一动 咬的地方朝下放了回去 放开手的时候却发觉 这苹果已经被咬过一口了 我妈和我说在外面不要漏腹 我每天光起床就花光了95%的战斗力 用余下5%的气力去上班 你能指望我做什么业绩 夫妻斗嘴 老公说 声音小点 老婆一瞪眼回 我哪里凶了 说完扭头对儿子问 乖儿子 你说老妈凶不凶了 小家伙苦着脸说 老妈 我说实话你能不能别打我啊 每天就听见隔壁乱叫 终于我把他臭骂了一顿 大晚上的教育帮朋友吵闹 太没功德心了 整天在家开派对 真让人受不了啊 问题是还不叫我一起 我过生日 老婆给我买了一瓶女士香水 当然 香水被他自己拿去了 老婆过生日 我给他买了一个我心意已久的剃须刀 两天后 岳父又多了个新剃须刀 老婆都不相�inta 老婆只是那网ading 老婆是纳子 以她绑嫌测 Ital社